好,各位好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我們第12次上課 上一次上課的這個重點 大概回顧一下啦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 比較重要就是 去抓取那個大樂透資料 那大樂透資料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那跟這一次的練習 比較大的區別 就是說那個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它這邊的那個 資料抓取的方式 我們一樣用Creditable 但是我們後面會有一個就是 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要抓的外匯資料 假設是 自己可以定義那個範圍的話 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原來上個禮拜的那個 那個練習的開放資料 它其實是滿 它那個範圍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我想要抓取的範圍 不是固定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在講這個之前 那在講這個之前 可能還是需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因為要抓網頁資料 這個地方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能還是要了解說 為什麼我可以抓取這個 這個網路上 其實網路上指的就是主機啦 也就是有一台Server 24小時開著 那你要跟它溝通 你要怎麼跟它溝通 那基本上像大樂透的那個 方式其實就是 利用什麼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Server的位置 OK 畫一下 這個有點歪 那這個就是它Server的位置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帶一支它的程式 然後後面有一個問號 表示說它傳遞的參數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 一個參數 一個參數叫 index page等於1 另外的話呢 叫order by等於new 那我上個禮拜 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看得到的話呢 就用get 那如果看不到 就用pulse 最大的差別其實就是 它有些資料不讓你知道 所以後面 我們在 後面這個外匯資料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雲端的那個 這個 講義裡面的話 第三個單元 那我們上個禮拜 主要是抓那個 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的話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給的範圍都固定 所以你會發現 上個禮拜我們抓的資料 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 我後來是把它 做幾個按鈕放這邊 這個是把它先清掉之後 重抓 那你會發現 它抓的範圍 就是11月到12月 13號的這個區間的資料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將來 因為我要分析的話 我可能不只是說 我想要抓這個範圍 我想要有彈性一點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讓我想要抓的範圍 自動給它一個條件 然後呢 給兩個條件 一個是開始時間 一個是結束時間 它會自動幫我 把資料給帶回來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辦得到 這裡的話呢 你們可以再延伸到底下 底下我這邊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第11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11的地方 其實 就是會有一個 那個奇交所 外幣的 那個匯率歷史 那其實 那個開放資料 來源 其實就是從奇交所來的 那只是說呢 這個資料呢 它預設就是給一個 一個預設區間 就比如說 11月1號 到12月14日 但是呢 我這邊有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呢 它是可以讓你 下條件的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我修改 比如說我要 上個月的 10月好了 所以也許 10月1號 到11月的30 OK 比如說我修改條件 假如說呢 我給兩個 一個是 起始日期 一個是結束日期 然後按下送出之後的話 底下的資料呢 理論上 它會重新再給我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按送出 但是這裡的話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 10月看一下 底下得到的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 10月 10月它 1號2號沒有 因為1號應該是 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呢 從3號開始 一直往下 理論上應該到 11月30 那這個資料呢 就被抓下來 而且應該後面 一樣是10個欄位吧 我看好像資料都一模一樣 那比較不一樣 還有一點啦 就是日期部分呢 它已經幫你加斜線了 所以其實像前一題 我們會需要修正那個日期 但是 這個地方似乎是不需要修正 直接抓下來就OK了 那 可是問題來了 那個前一題的那個大樂透 你會發現上面呢 如果你假設呢 丟一些 比如說 條件 它會自動把那個條件 放在這個網址的上面 比如說它會加一個問號 然後帶什麼參數啦 其實應該這邊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應該是 哪一個日期開始 哪一個日期結束 但問題喔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居然看不到那個條件 它的參數在哪裡 所以未來如果你遇到 假如說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那個網頁 它提供的那個參數 你是沒有辦法在網址的地方看到的話 那這種 這個傳遞參數的方式 一般有個專門的這個 這個 這個方式喔 叫做Post 那前面那個方式的話 如果可以看得到叫Get OK 那這兩個方式 其實就是跟那個什麼 跟主機 跟Server之間溝通的兩種方法 OK 那主要還是透過什麼 透過參數啦 那只是說你想說 那參數Post 我看不到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看到 這個參數在哪裡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一樣可以 你知道 我就動態的 丟兩個參數給它 然後它就給我 需要的 查詢結果 那我就可以隨時 我想要 查哪一個區間的資料 那我就可以很方便的 去把那個資料給查回來 就不需要每一次都 只有固定11月 如果它 假設 下個月的話 又變動的話 那當然你就沒有辦法去做你想要查的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其實是 把那個 大樂透的部分 先告一個 這個 段落 然後呢 再來其實就是講到 這個 如何下載那個匯率部分 所以 上個禮拜那個 第六 第七 第八段 基本上就是在講這個 那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就是 一樣用那個 Quitable 所以其實下載這個 外幣的這個資料 其實滿 如果開放資料滿簡單 因為它實際上 就是一個 CSV的檔案 然後我們是 利用一樣是Quitable把它抓下來 所以這個有點像在複習 那因為它是Big 5 所以呢我們就是用那個 在 這個這個 參數裡面的話 就是給那個 950就可以 那如果是UT28 記得用65001 把資料抓下來 OK 但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它下載的資料 我看底下有沒有 它底下有 它的這個資料裡面 尤其日期 它中間沒有斜線 所以你如果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放到eSale 它會以為這個是一個數字 如果是數字 你要畫折線圖就會出現問題了 OK 所以上星期的話 基本上我們大概就是解決那個 日期 所以其實加了斜線 然後呢 再來就是針對這些範圍的資料 我們繪製那個折線圖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 上個禮拜大概就是 重新下載 所以按一下這個按鈕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做哪些事呢 就是先把舊資料清掉 sales.clear 然後呢 利用一樣這個querytable的 這個物件 那一樣啊 我就覺得querytable 這個物件蠻好用的啦 雖然說它是 等於是前 舊的版本裡面所產生的物件 不過我覺得新的版本 用的那個query 感覺還是相對跟它比較的話 還是沒有它的簡潔 那執行效率好像在伯仲之間 不過因為我覺得它程式基本上比較簡短 那就我還是沿用那個就是這個物件 理論上目前用起來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能會有問題的可能就是說呢 如果你假設在Mac電腦上面的Excel 好像那個Mac電腦裡面的Excel 它就沒有這個querytable這個物件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實際上我們是把那個網址 上個禮拜其實是把這個 就兩個地方改 第一個就是呢 把那個就是開放資料上面的 這個網址貼上而已啦 ok把它貼上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算什麼 再把它 把這個貼上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編碼方式是950 ok那記得 如果BIG5就950 如果是UT28就65001 如果你假設不確定的話呢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如果假設是run 你就改另外一個就好了 其實目前看到 大概就這兩個為主啦 ok然後再來就修正那個日期 所以修正日期我們把它改成有斜線 那也就中間串斜線 就再把它丟回去 那最後因為欄寬會不足 所以就把欄寬再自動調整一下 所以你得到的結果就會類似像這樣 ok它就會自動 抓這個範圍的資料 那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抓下來之後的話 我在右邊 再繪製那個折線圖 當然我們繪製上個禮拜 主要是先繪製美元折線圖 ok然後再繪製人民幣 因為呢第一個欄位是美元 美元對新台幣 再來人民幣對新台幣 那依此類推啦 總共有10個欄位 那其實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是希望說呢 可以幫我把這個每一個折線圖都匯製出來 並且放在這個資料的右手邊 然後中間就間隔一個空白欄 那從M1這個儲存格幫我放 那中間的話 裂高總共裂高部分的話 總共就是10個裂高 所以1到10裂就是放美元 那11到20的話就是放人民幣 那以此類推 裂高都一樣 那個寬度的話 我是預設是10個欄寬 所以M到V剛好就10個欄 那下一個我 我們上個禮拜是 在匯製那個什麼呢 人民幣 那你可以看到 上個月到這個月 美元是跌了蠻多的 從32最高的時候 32本來預期還可能會漲 但還是沒漲上去 跌下來了 那這幾天看起來 好像又慢慢在 在上下波動當中 那人民幣反而往上爬了一點 OK 那其他的貨幣怎麼辦呢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那最後的話 我們把全部再繪製出來 全部的話呢 再把它改一下 全部的 全部折現圖 OK 那全部的話 當然你就要思考一下 怎麼樣讓它全部繪製出來 這個程式是不是 那全部的話 我看一下上個禮拜 是不是講到 還沒有講到全部 我看一下上個禮拜的 進度是 上個禮拜好像只有講到 美元部分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把全部 把它繪製出來 並且再增加一個什麼 把舊的圖給刪掉 OK 比如說這邊有個刪圖 美元 人民幣 OK 然後再來就全部 那全部要怎麼繪製 那這個可能要 其實主要 當然就是觀察 美元跟人民幣之間的差異 那把這個兩個差異點抓出來之後 如果該需要寫回圈寫回圈 如果該這個 加一個變數加變數 那當然 這個我前面講過了 程式寫法有時候 每個人的習慣不太一樣 所以你寫出來 如果你想到的方向不太一樣 或許寫出來 反正呢 基本上只要程式不會太複雜 或者增加太多變數 我覺得都是好方法 那最後的話其實 我們就好像有提到 就是 我們其實這個美元折線圖 主要是用錄製聚集 再加上四個參數 前兩個參數是它的坐標 後面兩個參數是它的大小 寬跟高 OK 就這兩個 那就把它加上去 那其實折線圖也是一樣 所以折線圖的話呢 你當然甚至可以直接拿這個 複製貼過來改都沒問題 那主要就是坐標調整 因為它必須是放在M11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把美元做好之後 把它複製貼下來 改成人民幣 那主要就是坐標往下 坐標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把M1的左上角 改成M11的左上角 就是這個點 應該應該放在這裡吧 本來是放在M1的這個 M1的這個位置 左上角 所以以後記得 它一定是 一定有水平 水平就LAP著 然後呢 垂直就TOP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 放在這一點的話 M11 那一樣就是M11.LAP著 跟M11.TOP 所以兩個屬性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所以呢 基本上我把它複製下來 改了兩個 座標改一下 那寬跟高不改 因為寬跟高都一樣 那就是沿用上面的 再來就是說呢 你的那個資料 要把它倒過來 那資料的話 就是第二個參數 就是呢 你產生add的一個chart 一個圖之後 那底下其實就是會 用一個比較常 常用的一個方式去指 指向這個圖 就用Active chart 其實蠻常看到 Active sale Active shoot 有沒有 Active workbook 其實都差不多意思 指的就是說 你目前 如果你有add的動作 那你底下其實就可以直接指 那個圖 OK 就那個圖 但如果說你今天 要用那個 物件的話 其實就是chart object 他的物件名稱叫chart 叫object 也就是圖表物件 OK 那我們會需要給他 那個他的 資料的來源 OK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 A欄跟B欄 如果美元 日期一定要給他 因為 將來折線圖 他比較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橫向一定 理論上習慣性一定是日期 OK 所以之前 為什麼我們畫不出折線圖 主要是因為日期的格式是錯誤的 因為他裡面沒有斜線 所以以色列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數字來看待 那就畫不出折線圖了 把它改完就OK了 所以呢 我們來源 就有兩欄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第一個範圍 痘點第二個範圍 OK 記得喔 那個範圍的話 一定要把 那個 第一列一定要加進來 包含什麼呢 他上面的欄位名稱 因為如果你上面欄位名稱 沒加進來的話 他將來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的那個什麼 假設你用B2的話 你上面這個title的名稱 他就不會自己幫你加上來 OK 差別在這裡 所以之前好像有同學 把這個範圍好像改成用A2跟B2 我看一下 這個好像他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其實跑應該可以跑 但是得到的結果 就是上面就沒有什麼 奇怪上面怎麼沒有title 有沒有 主要因為你title沒給他 所以他也畫不出來 所以他畫出來就變成一個沒有title的一個圖表 除非說你事後再補一個title給他 OK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你在做這個折線圖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你要連第一列也要選進去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用A2 你一定要A1到A28 然後到B1到B28 OK 所以會變動的話 應該就是說這個都固定的 時間都固定 OK 那哪裡會變動呢 因為呢 美元在B欄 所以我給B1到B28 那人民幣在C 所以我就C1到C28 所以人民幣就可以匯製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人民幣這個美元 OK 那當然啦 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我不要 這兩個 我要第三個怎麼辦 那到底一樣嘛 OK 你就是什麼 直接把這個再複製一個貼過來 然後呢 一樣把這邊改21 有沒有 把11再加10 然後呢 這邊改成D 就OK了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假設10個欄位 你豈不是要寫10個Sub 那不太合理啦 所以理論上應該要把它改成一個叫全部折線圖 那全部折線圖該如何寫 就待會我們要思考的 也就是說啦 我們可能要想個辦法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會變動的 這個資料 其實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喔 規則應該知道啦 就是M 後面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要 嗯 怎麼樣 第一次就是1 第二次11 第三次21 欸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符合 這個條件 反正呢想個方法啦 要不就是你增加一個變數 理論應該要增加一個變數 也叫K吧 這個K的值 是不是說第一次是1 然後再下一次回圈的話 那要加10 那其實有一個方法 要不就是再給個公式 要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跟之前一樣嘛 就是K等於1嘛 初始值 然後 在下一次 在那個整個回圈執行完畢 在NAS的上方 多加一行 叫K等於 K加10 就好了嘛 欸 這個問題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了 好 所以試試看喔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我希望呢這個回圈 嗯 假如他當它為 這個 嗯 第一次的話是B 第二次的話為C 以此類推應該到多少 到這個藍到多少 B到K 欸 所以也就是說喔 那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是一個文字 欸 可是有什麼文字 因為文字跟數字不一樣 數字它連續 你只要加1就好了 可是 B不可能B加1變C吧 欸 那有什麼方式喔 我要它下一個 自動就抓下一個的方法 這可能比較麻煩 可能要想一下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範例喔 再稍微打開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個 Excel檔喔 如果你有存檔 你就直接打開 如果沒存檔的話啦 你可以直接怎麼 先開一個空白的 那 基本上我剛剛示範的 這幾段程式嘛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貼過來啦 這上面應該也可以找得到 第三個單元裡面 那我放的程式碼 基本上應該 這個是抓資料啦 這個可能要自己填一些資料 然後 修正這個地方 這上禮拜有 然後錄製修改 這個 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圖在這邊 然後 全部的話在這裡 我這邊是有寫好了 不過當然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寫 不見得一定要完全跟我一樣 OK 試試看